大家好我是大咪 你的Google Next Hub 也有下面這些中文聽不太懂的症狀嗎? 明天早上八點叫我起來走一走 抱歉我不太明白 十分鐘提醒我起來運動一下 沒問題一兩個小時後我會提醒你 三十分鐘 確定,記憶體 今天是6.26pm Tenfenzhangti Shingwo Chi Lai Yundong 是消息了 3分鐘 2分鐘 3分鐘 開始現在 顯示計時器 好 Show me the timer You have two timers The 3 minute timer is running with 2 minutes and 50 seconds remaining And the 30 minute timer is running with 29 minutes and 34 seconds 現在來分享改正這個問題的設定 手機上開啟Google Home 點擊右上角的帳戶頭像 點擊Google助理設定 選擇語言 把其他的語言選擇無 只留下中文 然後退出去讓語言設定作用 這時候你的Google Next Hub 應該就真正懂得中文了 之後你還可以回到語言的設定 再把英文加回來 現在來試試看 現在來試試看 Google Next Hub 上面的介面 也都正確的顯示中文 真正的變成 看得懂中文的Google助理 好 計時三分鐘 計時三分鐘 計時三分鐘馬上開始 取消計時 好 刪除了 9點提醒我 要出發了 OK 早上9點整 我會提醒你 取消9點的提醒 沒問題 幫你刪除了2021年12月3日早上9點整 出發了這個提醒事項 全部都變正常了 但是事情總是沒有那麼完美 原來可以使用 Google來播放 Podcast 變成不能用了 播放科技庫宅 我之前還沒有改變設定前 確實是可以直接播放Podcast的 繼續播放科技庫宅 Swipe up the S21116 使P變成動詞的那家公司 Adobe當初怎麼默默從買段變成岳父 之後就改成CC了 現在買CS的話 是不是買不到 我會跟大家解釋一下 播放上一首 請收聽科技庫宅 Swipe up the S21115 如果你對3C開箱 拍照攝影 智慧家庭有興趣 歡迎關注 我的愛玩3C頻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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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